这里是上海 这里是北京 这里又是上海 这里又是北京 难道北京的银河园穿越到上海呢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宁姐 现在就问你揭秘 这里就是位于上海松江的广福林文化遗址公园 眼前这座十九孔石拱桥 称作天牛桥 位于广福林的西侧 相传每当农忙时天牛下凡 它快越十九孔桥来到宝福林耕地帮忙 鲜明文怕天牛独自离开 将它拳在一根大柱子上 就是这根重达九十吨的花岗岩冲天大石柱 称作天牛柱 看 远看像不像颐和园的十七孔桥 美丽又壮观 在天牛桥的西侧 还藏着一个小木工 这里红色外桥和栏杆 中式庭院 朱雀红公桥 让人完全感觉不出来 这是在上海 这里是关帝庙 关帝是三国时期的名将官 被民间尊为武圣关公 是广福林鲜明的包护审 在关帝庙的后面 有座魁心楼 关帝庙的隔壁 就是城隍庙了 两座庙的内部其实是相通的 看 这里的中式红色长廊 别有一番风味 漫步在这里 仿佛一下梦回到北京的颐和园 以上是广福林容易被忽略的宝藏景点 去广福林记得打卡哦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下期会继续为你分享 记得点赞关注哦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关注